这期继续分享《小神医》第46篇 《剑尘二狗久久》没有答复 明白 他心似的洛明珠 很快便解答了他心中部分疑问 虽然洛家当初名下也有一家集团公司 但在各种势力云集的京城 没有半点可耀眼之处 直至今日 洛明珠都没调查清楚 更不明白 当初秦家为什么会忽然对洛家下手 洛家和严家一向有些交情 而且秦家彻底殒灭洛氏集团的时候 洛明珠正在严家做客 后来依靠严家保护和周旋 才得以捡回一命 之所以一直没告诉陈二狗 一来是担心他因为自己受到连累 毕竟洛明珠知道他为人重情重义 毕竟 身为四大家族之一的秦家 绝对是普通人只能仰望的恐怖存在 二来 是因为秦穆兵的关系 虽然有些矛盾 但秦穆兵不管怎么说 都是秦家直系子孙 而秦穆兵又是陈二狗的红颜之矣 关系上来说 洛明珠觉得远胜自矣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切 是因为我今天见到了秦穆兵 而且还是他忽然出现在的我身边 如果不是严宇大哥带人来得及时 以重商严家18名地阶高手的代价 差点就死在了他手里 如果不告诉你这些 你肯定不会相信 对吧 我想提醒你的是秦穆兵已经不是你印象中的秦穆兵了 一定要小心他 虽然往事不堪回首 但洛明珠天生就是一个乐观的人 所以渐渐少了哽咽 却带着一丝苦笑 也就在此时 一阵极其浓郁的邪气忽然从四面八方而来 陈二狗目光中瞬间闪过了一抹金光 其实洛明珠不说这些 陈二狗也会选择相信他 倒不是因为不信秦穆兵 而是陈二狗之前就已经去过秦家 知道秦家现在在重点培养秦穆兵 不过他本性善良 居然会对洛明珠和严家下此重手 并从严家来去自如 倒是有点出乎陈二狗意料 谢谢 不管穆兵怎么样 我答应你 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我这边还有点事 办完立刻去严家见你 无论如何 这几天你千万别离开严家 内心非常感动的陈二狗 语气柔和关切道 既然洛明珠在严家 陈二狗就无需担心严家 没收到云家将发起偷袭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秦穆兵终于出现了 这对陈二狗来说 绝对算得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我早就放弃了对秦家的仇恨 所以 你不用想着帮我报仇的事情 更不恨秦姐姐 你忙 我在严家等你 还有 你无需考虑长顶咖啡馆的事情 我在严家做了担保 他们都相信你 严爷爷的病情 你也不用操心 之所以没找你 是因为有名医在救治 知道陈二狗心思如尘 所以洛明珠将自己能想到的 他可能产生疑问的问题 直接一一解答了 在挂断电话后 一向外表乐观开朗的洛明珠 早已满脸泪痕 虽然不恨秦穆兵是真 但洛家血海深仇 八明至亲的血仇 洛明珠却是时时刻骨铭心之事 秦家就宛如一棵参天大树 而洛明珠就像是一片皮肤 那什么去斗 所以 洛明珠不希望自己最心爱的男人 绞入这场实力云泥之别的较量 这也是那天他在宾馆 问出那个问题 而希望陈二狗选择自保的原因 小子 闹够了 你也该去见阎王了 与此同时的云家庄园内 一直龟缩不出的云家家主云奥 终于带着三十多名气势昂扬的云家弟子 出现在了陈二狗面前 不容易啊 当了这么久缩头乌龟的云家家主 终于舍得出来受死了 扫尸一眼面色凛然的云奥后 陈二狗不运不火地带着戏谑口吻道 哈哈 小子 你这大话 未免也说得太早了吧 就你这点智商 还敢出来与我们云家为敌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真以为这样你就稳操胜券了 你可以打电话通知阎家做准备 难道我就不可以打电话 通知取消行动 幼稚 以云奥脾气 要是换个人 现在早就一声令下 尸骨无存了 但云奥还真就看不惯陈二狗 这悟空一切的嚣张劲 都已经被包围得死死的了 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可得意的 这家伙闹得云家鸡犬不宁 颜面尽失 所以云奥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 要亲手撕碎他可骄傲的一切资本 然后狠狠踩在脚下摩擦 那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平淡一笑的陈二狗 饶有兴趣向云奥问道 他的问题 瞬间便像是一把利刃 狠狠扎在云奥心头 是啊 按道理来说 他们早应该撤回才对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踪影 不用问了 你的人已经被划蒙的人擒走了 就在面色斗变 被陈二狗堵得哑口无言的云奥 刚要拿起手机打电话问问情况的时候 忽然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带着一股浓烈的邪气 随口冷声道 拜见尊上 大惊失色的云奥 在心中强烈正停几秒后 赶紧恭恭敬敬 单膝跪下道 起来吧 没用的废物 这点小事还要劳动本尊 满是不屑白了一眼云淡风轻的陈二狗后 黑衣人又恨铁不成钢的冷声 朝云奥呵斥道 黑衣人看上去五十左右年纪 相貌这些其实已经并不重要 因为那不过是一副屈翘而已 从他落地的那一刻起 陈二狗便知道 这副屈翘 肯定就是之前云灵山所说的容器 真正本尊 是隐藏在这副屈翘下的邪碎 所以都懒得去仔细打量他面貌 遵上教训的是 只是属下实在不解 华蒙的人怎么会忽然出现 这小子虽然确实是给华蒙去了个电话 但属下明明听到的是 他叫华蒙的人赶来这里 而且 他又怎么可能知道 属下改变了计划 又怎么可能知道 属下那些弟子返回的路线 恶狠狠瞪了一眼陈二狗 恨不得立刻将他生吞了的云奥 满心疑惑到那是你孤陋寡闻 对真正的修真高手 一无所知 其实黑衣人也不解为什么 只是 也不好表现出来 显得自已无能 所以 在瞪了一眼云奥后 故作高深道 不过 这对附着在黑衣人体内的邪灵来说 也并不重要 云家不过就是一颗随时可气的棋子而已 甚至他们就是死光了 都不关他的事 真正重要的是 那邪灵忽然发现了一副更好的容器 再看陈二狗的眼神 瞬间便冒出了贪婪的精光 尊上教训得势 属下往后一定更加鞠躬尽瘁 为您马首是瞻 虽然疑惑还是没有解开 但尊上不愿意说 云奥也就不敢再多问 赶紧神情公诉地唯唯诺诺道 让他们百思不解的问题 在陈二狗这里 却再好解释不过 对拥有土地感应的陈二狗而言 云奥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他眼睛 而且明知道云家和邪岁有勾连 陈二狗怎么可能不带上华盟 早在楚南五省的时候 陈二狗便已经发现 有人居然能冒充自已 所以早就和所有关系亲密的 亲朋好友商定好 电话短信全部作数 唯有视频确认之后才可信 云奥听到的 是陈二狗想让他听到的 而当时陈二狗那并不是电话 而是视频电话 让万长春看清是自已 真正的命令 是随后给万长春发去的短信 从云家到严家的道路 虽然有好几条 但云家那些高手离开时的路线 陈二狗确实一清二楚 因为云家不可能知道 自已已经洞察云奥所做的一切 更不知道陈二狗 已经知道他们离开路线 所以感觉不到危险的他们 定然还是会按照原路返回 华盟的人当然一伏机一个准 启禀尊上 这家伙残杀属下长孙 哲儿 然后又拜我三大长老 属下与他不共戴天 还请尊上援手 将他交由属下处置 尊上放心 属下为您寻得的尚好容器 不仅绝不逊色眼前这小子 而且更适合您身份 保证不日便送到 还请尊上勿忘我们的大忌 在尊上满脸贪婪 直勾勾盯着陈二狗的时候 云奥便猜到了他用意 但云奥还真不甘心血仇 以任何方式活在这世界上 所以立刻再次带着恳求口吻道 虽然态度诚恳 但凡长了耳朵 智商没问题的人都听得出 云奥的话虽然谈不上威胁 却更像是提醒 嗯 你小子有孝心 本尊喜欢 既然如此 那本尊就带你收拾了这小子 等本尊将他惊魂吸收后 给他留一丝气息 任由你处置 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的黑衣人 很是满意道 看什么看 信不信把你眼珠子挖了 嗯 确实很帅 算了 原谅你了 开什么玩笑 世界上还有比我更适合的容器 话说 你这家伙 生前不会是个女的吧 这家伙直勾勾的眼神 还真让人看得甚得慌 再结合那看上去 就娘里娘气的少女心烟花 以及这家伙 居然真的放弃了让自己当容器 所以 陈二狗非常轻松便得出了推论 而且可以肯定 不同的容器 即便是性别的区别 也会对斜碎产生一定影响 除了有点土 确实够帅的 嘖嘖 不过 这也并不影响本尊吞噬你的惊魂 想好一会 怎么让他生不如死了吗 本尊都已经急不可耐了 一脸贪得无厌的黑衣人 立刻蠢蠢欲动地 用舌头舔动了树下嘴唇道 其他邪碎 陈二狗至今倒是没有见过 但土地传承 行土地神的身份 最不怕的 就是鬼魂 所以 对他大言不惭的一番言论 陈二狗差点就雅言失笑 不过 让陈二狗稍感有些激情的是 这次来的邪碎还真不少 云家庄园上的半边天 都被邪气和黑团给笼罩了 毕竟以前对付邪碎 那都是一对一 一下面对这么多鬼魂 陈二狗倒还真没试过 也不知道土地神的身份 能一下镇住多少 丙尊上 属下心中早有打算 虽然这次云家惨受重创 但还有两名天阶和三十名地阶高手 可供尊上去使 除了千刀万剐 没什么别的手段 能解云傲心中对陈二狗的恨 所以他几乎不假思索 便恭恭敬敬敬道 就你们云家这些垃圾 都不够本尊一巴掌的 让他们滚开点 爱事 更爱眼 有些不耐烦地 白了一眼云傲后 黑衣人语气冰冷彻骨道 说话间 只见黑衣人忽然双手一沉 两股宛如浓墨般的黑烟 瞬间便笼罩在了他双臂之间 而且越发浓郁和庞大 当然 这些对云傲和云家那些舞者而已 除了感觉到一股宛如寒冬般的寒意外 根本不可见 按道理 云灵山等三位云家修真长老 本该可见 但可惜 他们的根基和金丹 早已被陈二狗所毁 现在的他们 就跟一个普通老人没什么区别 当然也失去了看到这一切的资格 就在云傲赶紧驱散32名门下弟子的时候 仰头望向天空的陈二狗 忽然发出了一声失望的叹息 呼 真是无趣 等了这么久 也没新的邪碎加入 看来 你也就带了这么一点杂碎吧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免得将其他正赶来的邪碎吓跑 所以想将他们一网打尽的陈二狗 这才等到现在 但结果实在让陈二狗失望不已 所以立刻无聊地伸了一个懒腰道 小哥哥别急嘛 有趣的 马上就来了 嘴角瞬间露出一丝贪婪邪校的黑衣人 瞬间就连声音都变得空洞了起来 而且 居然还真的就变成了 让陈二狗不由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奇怪中年妇女声音 之所以说奇怪 是因为那真的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 不过 陈二狗也知道 这才是那邪碎本来真正的模样 你还是闭嘴吧 至少闭嘴还能看看 太尼玛的圣人了 白了一眼那黑衣人的陈二狗满心无语道 如果不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正从外朝庄园内传来 在刚才说话的时候 陈二狗就已经一掌拍过去了 嘖嘖来了 来了 都来了 兄弟姐妹们 开始你们的猎杀吧 今天 不仅要玩个痛快 更要吞噬个痛快 瞬间兴奋了起来的黑衣人 忽然浑身被黑烟笼罩 带着鬼哭狼嚎般的纵笑声 欢呼了起来 只听得一阵极其圣人嘶吼 以及让人毛骨悚然的吏声欢呼 久久盘旋在陈二狗头顶的黑烟 瞬间便一窝蜂朝庄园外长啸而去 大家小心 快 结阵 今天哪怕就是全军覆没 也绝不能让这些为祸苍生的邪碎 逃出生天 再到处为非作歹 随着万长春一声勃然怒吼 数时泛着金光的佛珠 瞬间腾空而起 还有数不尽的符传 以及震得宛如发生了轻微地震一般的 波涛汹涌真气 但那些邪碎 就仿佛对华蒙的手段 了如指掌一般 随着一股遮云蔽日 比浓墨还要浓黑的黑烟 铺天盖地落下 所有佛珠和符传 顶刻间便全部击得粉碎 就连数十名华蒙修真者 结下的真气结界 也在黑烟攻击下直线压扁 万富会 会长 快 快想想办法 我 我们要撑不住了 这 这些邪碎的实力 怎 怎么会如此恐怖 太 太强大了 简 简直远超我们预想啊 太害人了 这次恐怕不是我们华蒙要遭殃 而是整个华夏都要遭殃了 虽然华蒙召集的都是一些会斩妖除魔的能人意图 一般都以修真者为主 但在之前那场奇耻大辱的偷袭中 不仅绝大部分尖端势力已经下落不明 就连会长都被掳 除了长登大师和万长春外 如今所剩 基本都是些修为不过助激进的普通会员 在数十斜碎的合力围攻下 即便是个个都使出了看家本领 一时间一个个全都无不感觉压力山大和汗流加倍 毫无疑问 别说是朱砂邪碎了 如果继续按照这局势发展下去 不出五分钟 真得全军覆没 又喝 你小子是真能坐怀不乱 还是明知必死无疑 已经放弃反抗了 说实话 本尊还真不是一般的 喜欢你这可爱的小容器 要不是秦木兵那小妮子的躯壳 更适合本尊 本尊真想和你永不分离 傻袍子 别愣着了 既然已经被本尊盯上 那你就根本没有半点逃脱的可能 建华盟都已经身陷彻底殒灭危机 而此时的陈二狗 却依然完全跟没事人一般 那黑衣人 一时间还针对陈二狗产生了极大兴趣 只不过 他这看似夸奖的话语中 却更多的是透着鄙夷和嘲讽 因为 他根本不相信 世界上会有心态这么强大的人 这简直真的可以堪比泰山崩于前 所以 他更相信 此时的陈二狗 绝对是被吓傻了 肯定是在强装镇定 随时准备找准机会逃生 看在你也算是帮了我大忙的份上 给你讲个恐怖故事 我不急 不是因为被吓到了 而是我根本没将你们放在眼里 而且有我在 华盟不会有任何意外 不慌不忙的陈二狗 平淡一笑后 风轻云淡倒 倒没想到 这里面居然还有秦木兵的事 不过 这也让陈二狗更加肯定 在背后操控这些邪碎的 绝不是四大家族之一的秦家 所以也就稍稍安心了一些 毕竟 因为秦木兵的关系 陈二狗并不想与秦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之所以说他帮了自己大忙 是因为陈二狗忽然空降这所谓的华盟荣誉会长 至今没有什么建树 除了长灯大师和万长春外 根本没人打心眼里竞服 而眼前 无疑就是一个大好时机 只有他们越危险 成效变越好 虽然华盟如今这点实力 确实已经算不得强大 但毕竟 华盟有官方背景 而且以修真者为主 往后对陈二狗在京城的活动 大有必义 哥哥 小可爱真会搞笑 世界上还有比本尊更恐怖的吗 好 特别好 本尊就喜欢你这股牛逼劲 既然连你都不急 本尊就更不急了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 华盟是怎么发生意外的 小的们 狂欢派对玩得更嗨一点 他们的惊魂 全都是你们的 陈二狗的话 对黑衣邪碎而言 并非什么恐怖故事 而是世界上最搞笑的笑话 所以 瞬间便被逗得前腐后养的他 简直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再一次肆无忌惮地纵笑了起来 就在空中那一众邪碎 在一阵兴奋的嘶吼中 再一次加大了对华盟众人的施压时 一缕金光忽然覆盖陈二狗全身 他整个人的形象 在所有邪碎眼中逐渐变得无比高大了起来 而且 在他们眼里 陈二狗不再是肉体凡胎 而是一尊浑身布满金光的土地神 拜见土地神 浑 浑蛋 你 你对对本尊干了什么 就在万长春这边 护体真气和结界瞬间被击得粉碎 个个被压得纷纷趴倒在地 心中几乎羞蚁 以为整个华盟都要在劫南逃的时候 众人却忽然顺感压力顿俭 所有邪碎 全都一窝蜂地朝陈二狗这边涌了过来 就像那还在黑衣人体内 挣扎怒吼的邪碎一样 虽然其他邪碎也有过想要反抗 但陈二狗身上散发出来的那金光 对他们就仿佛有着某种天生的吸引和压迫一般 也是想要反抗 就越痛苦不堪 甚至连这么多年苦修 以及费尽心机 从各处吸取精魂积攒的修为 也在迅速消散 所以他们都非常清楚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 根本不用多久 便会彻底烟消云散 拜见上神 同样意识到这点 很快彻底丧失反抗能力的那邪碎 不到半分钟 便从黑衣人躯体中 飘至了陈二狗身边 恭恭敬敬贵府道 怎 怎么这些邪碎 忽然全都跪在了陈会长前面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管发生了什么 反正是 是陈会长救了我们就对了 居然以一以之力 收服这么多邪碎 陈二狗这本领 简直就是通天啊 陈先生来我们华盟当会长 真是我们的福气 有陈会长在 华盟复兴 指日可待 支持陈会长 以后为陈会长马首是瞻 等万长春和长登大师 带领一众华盟成员 匆匆冲进庄园时 死里逃生 依旧还心有余悸的众人 瞬间便全都被眼前一幕惊呆了眼 震耳的欢呼 也很快响彻了庄园内外 说 你们是在为谁服务 而这无疑正是陈二狗想要的结局 所以 在嘴角微微 扬起一抹弧度之后 立刻对那为首的 恶鬼震生问道 虽然心中还是众多疑问 但这才是所有问题核心 只要得到这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出幕后主使 一切便都能豁然开朗 诸葛南青 修为近毁的恶鬼 不管之前有多强大 多嚣张 此刻在土地神面前 简直就乖得像是小绵羊 因为鬼魂 在土地神面前 就没有说谎的资格 那是什么人 见连万长春都直摇头 所以陈二狗瞬间面色微沉追问道 不知道 只知道他修为极其恐怖 至少已经达到金丹镜巅峰 而且他奇门八卦 样样精通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长顶咖啡 数十条人命 是不是你们做的 华蒙玉席 也是这个诸葛南青策划 你们执行的 记上心头的陈二狗 立刻再次继续问道 是 长顶咖啡馆 是诸葛南青安排我们做的 恶鬼恭恭敬敬答道 被你们掳走的华蒙会长等人 现在在哪 被诸葛南青带走了 小的也不敢多问 还记得他样貌吗 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 虽然算是解开了一些谜团 但找不到诸葛南青这个人 等于还是无法找到关键突破口 所以 陈二狗说话间 已然微微蹙紧了眉头 诸葛南青来无影去无踪 每次都是他主动来找我们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找到他 而且他这人神通广大 好像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 都根本逃不过他耳目似的 甚至夸张到 京城哪个稍微大点的势力 今天家里宠物狗 生了几只什么颜色 是公是母的小狗 他都一清二楚 所以 这里发生的一切 他肯定也会很快得知 在那恶鬼简单描述诸葛南青外貌后 立刻又老老实实交代道 因为 他现在无法在自己面前撒谎 所以陈二狗脑海中 忽然便下意识地闪现出了一个人 虽然同家已经被自己打怕了 但那位同家的灵魂人物 同二爷 却始终都没有露过面 即便陈二狗不知道童二爷长什么样 但对他们这种专攻情报的高手 改用假名 甚至是假冒 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四大家族的情报能力 毋庸置疑 但同样 童家 这位童二爷 在这方面也当仁不让 而且 童二爷是陈二狗迄今为止 有过关联的唯一情报高手 所以 这才会想到他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脑中一闪 想到的其中一种可能而已 毕竟 这些邪碎的背后 有四大家族之一的某一家支持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童二爷有这个实力 四大家族更有 京城还有多少和你们一样的邪碎 事宜万长春过会找人勾勒诸葛南青画像后 陈二狗再次对那恶鬼问道 很多 但具体数量和藏身在什么地方 小的们就不知道了 当日袭击华盟 是哪个四大家族之一的家族 在背后替你们提供方便 一切都是诸葛南青的安排 具体小的们真不知情 什么都是诸葛南青 却连万长春这个京城通都不知道这人 再加上长顶咖啡馆的惨状 陈二狗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些家伙 即便是受人指示 那也是十恶不赦 所以 有些恼火的陈二狗 立刻手中掐绝 直接连飞树到金光送了他们一个灰飞烟灭套餐 陈 陈先生 饶 饶命 虽然完全搞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毫无疑问的是 陈二狗确实不费吹飞之力 便解决了云傲心中那些静若神明的邪碎 所以 在亲眼见到那些邪碎灰飞烟灭火 心灰意冷的云傲 瞬间便像是全身散架一般瘫趴在了地上 无尽的惊恐 已然让他大脑一片空白 不仅连跪起来的力量都没了 而且都不知道该如何求饶好 雨飞 东哥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还请万会长 大师 江伯伯帮忙协助 云家必须为我所用 如果不服 或者可能不忠 直接杀无赦 见战斗停歇 杨雨飞等人和江家一众 也赶紧回到了庄园 对楚智云家没有半点兴趣的陈二狗 赶紧神情公诉 和众人打过招呼道 嗯 你去忙吧 一会我在酒店等你 如果遇到麻烦 随时联系 玩耳一笑的杨雨飞 柔声道 因为知道陈二狗重情重义 有些不放心他的落明珠 在挂断电话后 立刻便给杨雨飞 打过一个电话 因为 骆明珠心中非常清楚 虽然陈二狗身边 红颜之蚁不少 但其实他对杨雨飞用情最深 也最听她的话 只不过 陪陈二狗 走过无数风雨的杨雨飞 远比骆明珠更了解他 他非常清楚 陈二狗不仅聪明 而且极其能隐忍 绝不会一时冲动 就杀去秦家 但好不容易有了秦木兵的消息 陈二狗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杨雨飞知道 他此行不是秦家 而是颜家 谢谢 虽然杨雨飞一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也早已接受自己身边那些阴阴艳艳 但陈二狗还是非常感动于他的大肚 所以不顾周围人众 在得到万长春等人答应后 立刻便蜻蜓点水般 在杨雨飞脸颊上吻了一口 随后一个闪身离开了云家庄园 杨雨飞所不知道的是 陈二狗前往颜家 除了确实主要是为了秦木兵外 其实还有别的目的 因为陈二狗心中还有诸多疑问 秦木兵为什么要对骆明珠痛下杀手 即便是秦家发现了骆明珠身份 欲要斩草而除根 那也轮不到他一个秦家大小节亲自出手 毕竟秦家贵为四大家族之一 高手如云 而且那诸葛南青 为什么会只是那些邪碎 对阎家旗下的长顶咖啡馆下手 阎家在这些复杂的阴谋诡计中 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没受伤吧 因为不想图添任何麻烦 所以赶往阎家的路上 陈二狗便已经给骆明珠去了电话 一见他神色居然略显颓迷 早已等在门口 便赶紧关切问道 我还真希望受伤呢 这样一来 现在就能往你身上一道 我就不信 被你的女人伤了 你还忍心不管我 宛如葱白一般的手指 往额头上扶去 路明珠立刻便做事 要往陈二狗怀中道 却也恰在此时 一阵多人大哭哀嚎声 却从别墅内转了出来 本来还想和陈二狗 打情骂俏几句的路明珠 瞬间惊得浑身一哆嗦 随着热泪滑落 整张脸也跟着变得煞白了下来 赶紧下意识伸手扶住一个亮呛 往自己怀里倒来的路明珠 启动土地感应后 别墅内一切情景 瞬间一一涌入了陈二狗脑海之中 就连之前秦木兵是如何进入 严家刺杀路明珠 又是如何逃脱 也同样一目了然 谢谢 该来的 终究还是来了 逝去眼角泪珠的路明珠 感激看向陈二狗 带着一抹苦笑道 虽然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 也有感性一面 但路明珠 一向喜欢将自己伪装的坚强而乐观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请节哀 对了 严老得的是什么病 纵使华佗在世 也有医不了的病人 陈二狗只得神色凝重宽慰道 通过土地感应简单观察 陈二狗发现 严老走得安详 身边一直都有多位名医诊治观察 之所以说是名医 是因为京城各种能人意土云集 以严家在京城的权势和地位 路明珠都没向他们推荐自已 可见 这些必定都是医术高明 并深得他们信任的姓林高手 只是陈二狗略有不解 已然稀趣的严老 看上去不过六旬年龄 而且据云奥所说 发病不过 就这两天的事情 怎么会走得如此仓促 医生说是脑梗塞 因为知道有人对严家虎视眈眈 所以老爷子病发之前 还刻意吩咐不去医院 一直向外隐瞒病情 所信 严家在京城还有些关系 这多少都和我有些关系 是我对不起严家对了 这些年 严家虽然一直被打压 但实力依旧不同反响 对你接下来在京城的活动 绝对大有帮助 既然来了 就先随我进去送老爷子一程吧 内心悲痛不已的洛明珠 强忍着泪水道 说话间 洛明珠便已经拉起陈二狗手 快不朝别墅内走了进去 俗话说 死者为大 更何况严家对洛明珠有恩 不管严家往后 是否能助自以一臂之力 陈二狗都理应如此 所以陈二狗并没有拒绝洛明珠好意 只是为了慎重起见 在走进别墅之前 陈二狗还是朝沿老床踏方向 启动了透视能力 噩耗很快便传至了整个严家 所有下人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有筹备灵堂丧事的 也有通知严家在外族人的 再加上陈二狗是洛明珠带进来的人 所以只是简单向洛明珠失礼后 并没加以任何盘问 本来还故作坚强的洛明珠 在踏入炎尾熊病房后 瞬间整个人都崩塌了下来 随着洛明珠悲痛欲绝的痛哭声响起 人也一路跪爬到了眼尾熊遗体前 宽大的卧室内 除了洛明珠外 四周还跪满了 接二十名痛哭流涕的男男女女 再加上五名神情哀痛 低头莫哀的医者 悲痛的气氛中 显得格外凝重 再次利用透视炎 检查过眼尾熊身体后 陈二狗忽然眉间微醋 但他却并未多言 只是脸上稍稍露出一丝疑惑的同时 立刻便陷入了一阵沉思之中 正当严家众人 全都沉浸在失去亲人 带来的巨大悲痛之中时 一名西装革履 年约三十左右的平头小青年 却带着一名老者 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卧室 身为严家长子 父亲病危 不寻名医求良方治病救人 却在这里带着一帮庸医 在这里哭哭啼啼 言语 你枉为人子 我甚至严重怀疑 父亲忽然得病 就是你为了早日执掌严家 所以联合这些野心勃勃的族人和拥医 故意谋杀 还不等众人说话 青年立刻大不留心 冲到言语面前 勃然呵斥道 言坤 你给我闭嘴 快 给父亲跪下 再向各位族人长辈和神医道歉 逝去眼泪后的言语 强忍心中怒火 好言相劝道 二少爷 饭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就是 凡事都得讲究证据 否则你就是诽谤 言家是整个言家的 可不是你们这一只的 你平时胡作非为 看在族长对你宠爱的份上 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族长尸骨未寒 你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真当我们言家的族归族法是摆什么 言老对我们有恩 我们兢兢业业照顾言老三天 却被你贬为雍医 是不是也太过分了一点 但言家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像言语这么好脾气 言坤更不是每个人的亲弟弟 更何况 言坤一向不学无术 到处仗是欺人 一众族人早已看他不顺眼 土可杀不可辱 特别是那几名为救治言尾雄 不仅使出了浑身解数 而且还24小时轮流照顾病人的医者 更是被言坤气得浑身发颤 所以即便话不算太难听 但每个人却无一不是怒火中烧 尸骨未寒 未必吧 言少的话 虽然有些难听 但你们也别不服 毕竟 他也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们不仅是拥医 更是桑尽天良的杀人凶手 随同言坤而来的老者 在简单替言尾雄把脉后 满是不屑的冷淡一笑道 不用不服气 严先生明明还活得好好的 却被你们说成了死人 你们不是拥医 不是杀人凶手 又是什么 还不带几名勃然大怒的医者说话 老者立刻又不慌不忙 用同样的语气补充道 虽然尘二狗一直处于沉思状态 但此刻却也带着一丝惊意 抬头看了一眼老者 老者看上去年约70左右 身材矮瘦 却精神绝朔 双目炯炯有神 特别是皮肤光滑紧致 面上连半点同龄人 该有的皱纹和老年般都没有 其他尚且不说 一把脉就能推翻五位名医定论 仅凭这一点 尘二狗便知道 此人绝对医术了得 你 你胡说 我虽然不敢自称什么姓林高手 但却也行医五十多年 绝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对 我也行医了四十多年 大小是医院之长 在华夏也算是有些美誉 经过我们五人确诊 绝不会有错 事关自己生育和医德 五名医者在再次替炎尾熊把脉后 立刻无一不是勃然大怒 更是言之凿凿 就你们这种货色 还行医几十年 真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病人 惨遭你们毒手 恬不知耻 白了一眼五人 老者立刻满脸厌恶和嫌弃 赤声道 对他们争论没什么兴趣的尘二狗 趁大家根本不会注意到 自己这种小人物 所以立刻便将落明珠拉到了一边 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 闻言瞬间面色大变的落明珠 在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颜昆后 立刻悄悄溜出了卧室 虽然老者的态度确实令人生厌 但陈二狗却非常认同 他对炎尾熊情况的判断 不过 炎尾熊的病情非常特殊复杂 让他醒来 对陈二狗而言并不难 但在没想出完全根治办法之前 盲目将人就醒 却很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即便一早就知道 炎尾熊可能还有救 陈二狗也并没有急着采取任何行动 敢问老先生 您是以什么为依据 做出这样的判断 即便心中大喜 但炎尾还得顾及五味名医感受 所以赶紧恭敬中带着一丝质疑问道 虽然心中气愤不已 但五味名医还是纷纷点头附和了言语的话语 因为他的话绝对算是问到了点子上 他们五人都想知道 这老头凭什么口出狂言 就凭是我颜坤 拖进关系 连贵两天一夜 重金请来的神医 就凭老神医名叫陶朵 是华夏姓林巅峰 名震天下的药王谷谷主 就仿佛夸的是他自已一般 颜坤丧手挺胸地拍着胸膛 得意洋洋道 方才还怒气冲天的五味名医 瞬间便一片目瞪口呆的哑了火 但凡对华夏姓林有所了解的 无不知道文明侠耳的药王谷 即便说他是华夏姓林的封碑和巅峰 也绝无几人敢站出来反对 就连陈二狗 也不由得再次暗吃一惊 再次抬头打亮了一眼陶朵 之前在密劳之中时 陈二狗就已经和药王谷的人打过交道 还以药王谷最文明得意的药王针法 击败过少谷主严思明 虽然暂时和平 但陈二狗心中非常清楚 梁子早已结下 报复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 现在让陈二狗震惊的 确实和大家一样 怎么都没想到 严坤竟然能请动陶朵 一开始 陈二狗确实考虑过 陶朵是不是冲自己而来 但看眼前情形 陶朵似乎并不认识自己 而且 陈二狗前来严加 只是巧合 所以排除了这种想法 现在你们该知道凭什么了吧 也应该没什么怨言了吧 我陶朵说 还活着的人 阎望都不敢收 但我陶若说死了的人 世界上就没人敢说 他还活着 不屑冷哼一声的陶朵 一脸居高临下的姿态 扫尸一眼众人道 陶朵这话固然是狂妄 但现在 却还真无一人敢提出半点质疑 毕竟 要亡谷其死人肉白骨 闻名侠耳 这就是实力 陶谷主说 我们族长还活着 那当然还是活着 没想到平时玩世不恭的二少 竟然如此孝顺 之前我们还真是看走眼了 以陶谷主身份和威名 断然不可能信口雌黄 这言语 不会真的为了早日执掌严家 联合这五大名医 做出师父的卑劣行为吧 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 但知人知面不知心 难说 毕竟这五位名医 都是言语请来的人 以他们的手段 即便是族长醒来 恐怕也未必能发现什么 就是 看来这严家的未来接班人 我们还是得慎重考虑才行 还请陶谷主妙手回春 就我们族长一命 严家一定背上厚礼 感激不尽 随着陶夺身份明朗 严家众人也跟着瞬间态度大变 在一阵细碎的质疑和议论声后 严家众人也先后纷纷跪倒在了陶夺面前 即便是满腹委屈 但严宇和五位名医也只得哑巴吃黄莲 毕竟 众口说今 大家都相信 以陶夺的身份 肯定是 发现了什么才会这么说 众口悠悠 他们也无法去捂住所有人的嘴 更何况 他们也认为 既然陶夺说严伟雄有救 那就该先救人为主 救你们族长 当然没问题 这对我们要往谷精湛的医术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 人也不能白救 除非你们能答应老夫一个条件 平淡一笑后 陶夺不慌不忙地慢悠悠道 有什么要求 陶鼓主尽管提 只要我们严家能做到 一定答应 一位得高望重的严家长辈 代表众人恭恭敬敬表态道 不用这么紧张 老夫的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们答应 将严羽逐出严家 即刻立严坤为严氏家族 族长就行 严二少爷常跪旧父的笑举 老夫深受感动 他当族长 绝对是你们的福气 随着陶多话起 严家众人面上顿时无不陡然变色 虽然他们确实已经对严羽产生了质疑 但严羽一贯待人和善 知书达理 深受族人爱戴 况且 严坤一向到处为非作歹 族长之位 关乎严家命脉 岂能如此儿戏 听一个外人摆布 深陷震惊和犹豫中的众人 丝毫没有注意到 又悄悄溜进卧室的洛明珠 更没注意到 现场唯一面不改色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陈二狗 老大放心 一切安排妥当 悄悄靠近陈二狗后 洛明珠神色罕见的名众道 微微一点头的陈二狗 并未说话 只是心中暗感有些惊讶 不过 他的惊讶完全来自洛明珠 而不是陶夺和严坤 因为之前陈二狗在洛明珠耳边所说的 正是严坤要反 而且 还将严坤所有的人员部署 一一告知了洛明珠 本以为他会悄悄告知言语 再做安排 但陈二狗没想到的是 洛明珠在严家的地位居然如此之高 他一人便做好了安排 这也让陈二狗 暗自产生了一丝怀疑 这家伙肯定还有事情瞒着自已 堂堂药王谷 连基本医者人心的道理都不懂 还敢妄称中医封碑 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替中医界感到羞耻 居然会以你为尊 其实大家不必这么为难 严老的病 我也能治 而且 我没有任何要求 正当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 陈二狗信步走向人群中间 朗声道 一来确实看不惯陶多嘴脸 感到悲哀 二来自已和药王谷之间 本身就存在不和 而且人 陈二狗肯定要救 得罪他是必然 呵呵 你能救 哪来的野小子 毛掌全了吗 今天我陶多 压上自已和药王谷名誉 放在这里 严尾熊的病 除了我本人 世界上绝无第二人能救 信不信 你们自已看着办 不过 要提醒你们的是 我陶多从来不治别人治过的病人 在稍稍有些诧异 上下打亮一眼陈二狗后 陶多顿时仰头大笑了起来 但最后 转而又是一副义正词严的模样 铿锵有力 一字一句道 一开始身陷痛苦 随后又一片震惊的严家人 甚至都 没几个人注意到陈二狗这个外人的到来 又见他衣着普通 甚至还带点吐气 所以即便陈二狗一语惊人 换来的也只是众人一片不屑倾斥 一个是中医界太陡 一个是没几个人认识的相巴老两者相较之下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谁可信 谁吹牛 一目了然 陶谷主 请息怒 这家伙并非我严家人 也绝不是我们严家客人 陶谷主医术冠绝天下 能出手救我们族长 那是我严家百事修来的福分 德高望重 地位仅次于严尾熊的老者严俊川 赶紧慌忙解释道 呵呵 牛皮吹得这么响 我还以为是什么话陀在世呢 原来 连客人都不是啊 真替你爹妈和祖宗十八代感到丢人 好了 废话少说 别耽误老夫救人 爽快点 就说答不答应吧 老夫的时间 可不是你们耽误得起的 满事不懈地瞪了一眼陈二狗后 陶夺极不耐烦道 家主忽然病危 并未来得及留下任何嘱咐 和指定接班人 但家主之位 关乎严家命脉 我们还需等家主醒来后 再慎重决断 能否请陶谷主 看在救人要紧的份上 先救人再说 或者换个条件 但请陶谷主放心 等家主醒来后 我们一定重点推荐严坤 严坤什么德性 严家人都心知肚明 虽然在救父这件事情上 确实有所改观 但也远没有到消除以往成见的程度 而且 陶多一个外人 非要扶持严坤上位 显然目的不纯 身为严家二把手 最德高望重的组长辈 严俊川当然看得透彻 只是组长不能不救 所以这才抱着一线希望 恭恭敬敬 恳求陶多医者人心 那等你们考虑好了 再派人来要亡谷 跪个十天半月 再请老夫出山吧 不对 应该是你们继续准备丧事吧 最多一个时辰 你们组长 可就被你们真的 给亲手送上西天了 吃定严家的陶多 不见兔子不撒鹰 反正严尾雄 除了自已 无人能救 所以他自然不可能答应严俊川的请求 在不屑冷哼一声后 立刻便真的抬脚朝门口方向走去 陶谷主 请留步 只要您能治愈我父亲 您的条件 我言语全都答应 为了就组长一人 却要赌上整个严家未来 这对严家人而言 怎么都不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但就在大家左右为难 犹豫不决的时候 经过慎重考虑的言语 却忽然斩钉截铁地站了出来 好 有勇气 有担当 老夫高看你小子一眼 把这颗药丸吞下 老夫立刻救你父亲 并以性命 以及药王骨和本人生育担保 绝对万无一失 还不等深感震惊的众人 发表任何言论 更不给言语反悔机会 狡黠一笑的陶朵 立刻转身掏出一个黑色药丸 得意洋洋的地向言语道 严尾雄就只有两个儿子 只要言语自动退出 再加上他的小命还控制在自己手里 陶朵不愁言家不从 还请陶谷主触手生春 虽然和大家一样都明白 这颗药丸绝不是好东西 但言语没有任何犹豫 在恭恭敬敬向逃夺一失礼后 立刻便义无反顾地 接过药丸吞了下去 老大 和众人一样 瞬间面色煞变的洛明珠 立刻带着恳求地 看向了陈二狗 虽然别人对陈二狗 弃之如草芥 但洛明珠始终相信 他的话和本事 放心吧 有我在 没意外 先看他唱戏 不急 就仿佛完全置身室外一般 陈二狗平淡一笑 柔声安慰道 就在言语吞下药丸的同时 他整个人瞬间眉间微皱 虽然身上多处立刻 便传来的一阵痛楚 让言语并没有在意 只当是药物的作用 但没人注意到的是 言语表现出一丝痛楚之前 陈二狗五指之间 便发生了微动 见陈二狗如此信心满满 洛明珠悬着的心 也终于稍稍安放了下去 虽然他不知道 陈二狗为什么如此淡定 但他知道 老大说没事 一向都没事 不用你提醒 要王谷医术冠绝天下 可不是这几个庸医 能相提并论的 就你父亲这点小毛病 对老夫而言 连几手都称不上 你们也用不着这么盯着 要王谷医术千变万化 就你们这种平庸资质 老夫就是详详细细告诉你们 怎么救人 你们也一辈子都不可能领会得了 心满意足的朝言语 肆意一笑后 缓步走向眼尾熊的陶朵 又满事不屑白了一眼 纷纷朝自己这边看来的五位名医 冷吃一笑道 瞬间羞红了脸的五位名医 即便心中已经极其看不惯陶朵嘴脸 但他们也只能将愤怒憋在心里 谁让人家确实有这个资本呢 就在严家众人望眼欲穿 纷纷看向陶朵 希望产生奇迹的时候 唯有陈二狗露出了一抹玩味浅笑 有其师必有其图 还真是一点也不假 从陶朵身上 陈二狗还真看到了严丝明影子 一样的目中无人 和望自尊大 只不过师父就是师父 陶朵显然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只见陶朵二话不说 立刻从怀中掏出两盒银针来 一把抓起银针 抛向空中的同时 一手立刻挥向空中 三十根银针 瞬间就像是仙女散花一般 稳准快地刺入了眼尾熊全身各处 不愧是姓林峰碑陶谷主 妙 太妙了 致病都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确实了不起 就这一首都足以让华夏 绝大部分中医汉颜了 何止汉颜 就是一辈子就练这一首 都绝不可能完成得如此玄妙 别说那五位名医和颜家人 就连陈二狗和洛明珠 都稍稍露出了一丝惊艳眼神 不得不说 要往谷谷主 在医术这一方面 确实名不虚传 你们也用不着这么羡慕 反正也羡慕不来 众人越是惊羡 陶夺便越是得意 几乎有些飘飘然地得意望行道 正当众人纷纷朝陶夺竖起大拇指 以及赞不绝口的时候 刚才还对陶夺医术有些赞赏的陈二狗 却忽然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没脑吹牛逼之前 你还是先看看病人吧 病人嘴角都流黑血了 神色凝重的陈二狗 略带一丝怒一道 身为医者 不计是旧人 却到处黑心谋求私利 致病人生死于不顾 仅凭这点 陈二狗便可将他称之为一中败类 更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 正当众人暗吃一惊 纷纷看向床上眼尾熊 并无意不是面色煞变的时候 自以为是的逃夺 还以为是陈二狗这香巴佬 不死心口出狂言 你这不要脸的香巴佬 怎么还有脸在这里大放厥词 人家严家人都做出了正确选择 你嫌丢脸丢得还不够吗 别说是病人不可能嘴角流黑血 就是真的流了黑血 那也是老夫让他流的 所以陈多非但没有低头去看一眼眼尾熊 反而更加昂起头 只高气扬道 要亡古医术冠绝天下 这就是实力 这就是自信和底气 陶谷主 真 真的 他没有开玩笑 即便众人纷纷惊呼出声 证明陈二狗所言不虚 陶多也没有改变想法 直到严坤一脸惊慌地提醒他一声 陶多这才暗吃一惊 赶紧又一次替严尾熊拔起了脉 慌什么慌 老夫都说了 流血那也是老夫让他留的 在正常不过的反应而已 真不知道你们大惊小怪什么 虽然心里慌得一批 但话早已放出去 为了面子 陶多只得强忍惊慌 一脸不屑对众人斥声道 是 是 陶谷主一介太陡 肯定没问题 是我们没见识 惊扰了陶谷主 毕竟救人的希望 全都陶多一人身上 所以 即便有人也看出了他的惊慌 但还是纷纷唯唯诺诺 陪着笑脸附和起来 虽然明知道他在口是心非 但陈二狗也懒得去拆穿他 真的假不了 假得更真不了 一直很享受 众人拍马屁和唯我独尊的陶多 此时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甚至很快连额头都冒出了痘大冷汗 把麦的手指也在轻微颤抖 这你妈 什么情况 完全没遇到过啊 医术上也没写啊 怎么会这样 一时间陶多简直在脑海中 几乎将自己看过的医书都翻了一遍 这可是压上了生命 以及个人和药王谷生育的呀 要是救不了颜尾熊 这球可就真的出大了 一旦传出去 药王谷千年生育 可就要毁在他陶多手里了 黑血还在时不时从颜尾熊嘴里冒出来 就连喉咙内都一直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奇怪声响 很快 陶多便发现自己是真的将狼才尽 没辙了 香巴佬 你过来 忽然一不小心瞟了一眼陈二狗的陶多 起身趾高气扬 对他吆喝道 那五位名医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肯定是帮不上什么忙 又见陈二狗 还是一副淡定从容模样 之前他又说过 他能置眼尾熊 所以陶多才抱着一线希望 嗯 您叫我 快速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鄙夷冷笑后 陈二狗故作一脸茫然道 当然是你 你之前不是一直吹牛 说你能置眼尾熊吗 那老夫考考你 这种情况 要是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处理 众壳一生的陶多 强装镇定 一本正经问道 您不会是治不好眼老吧 陈二狗故作诧异问道 怎么可能 世界上就没有我要亡谷谷主救不了的病人 老夫只是看你好像有些天资 想收你为徒 所以出一道简单医学题考考你而已 小子 认真答 若是答对了 老夫不仅收你为徒 还赏你十万现金 要知道 对你这种相巴佬而言 十万够你在老家 至少辛辛苦苦种十年地了 别说是成为药王谷谷主弟子 就是加入药王谷 那都是无数中医梦寐以求的荣誉 如此重力诱惑 是个学医的人都绝对禁不住 所以即便有些心虚但陶夺依旧还是底气十足 哦 没兴趣 就在众人惊陷于陈二狗走了狗屎运的时候 陈二狗却一脸冷淡道 老夫看你不是没兴趣 而是连这种简单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吧 一记不成 陶夺又新生一记 故意满事不懈地想用激将法逼陈二狗说出他的救人方法来 反正只要他说出口自已就说不谋而合就行 到时候给不给钱 收不收徒 还是自已说了算 你说不知道 那就不知道吧 反正我就是不告诉你 气死你 就他那点小心思 还真满不过心细如沉的陈二狗 所以陈二狗也懒得去跟他争辩什么 一脸傲娇道 暗骂一声油言不尽地泼喉后 逃多一时间还真被陈二狗气得五脏六腑哪都疼 但更可气的是 逃多还真拿陈二狗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是开口求陈二狗的话 一切都将暴露 逃多刚才无疑就是一直在自己打自己的脸 堂堂要往谷谷主 中医巧楚 名贯天下 身为谷主 自已却要去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香巴佬 颜面往哪里放 要往谷的威严又置于何地 能治就赶紧治 要是不能治 就一边看着去 别耽误我这种有真本事的治病救人 轻松看穿他心思的陈二狗 立刻不屑一笑道 堂堂要往谷谷主 就是全清华夏的四大家族家主见了 那都得客气三分 他一个香巴佬算个屁 逃多又何曾受过这般屈辱 正在沉思救人方法的逃多 差点连费都要被陈二狗给欺诈 这可是被京城五大名医判了死刑的重症病人 还不允许老夫思考了 恼羞成怒的陈多 立刻根本没做任何思考 便脱口而出怒吃到 但话刚一出口 心中大惊的陈多 瞬间变悔得连长子都清了 这不就是明摆着承认自已 已经无力一致严尾熊了吗 要是早知道如此 就是姚坤给陈多许再重的利益 他也绝不可能出现在严家 五大名医 你不是说他们是一无是处的拥医吗 堂堂要往谷谷主 说起话来 怎么就跟放屁似的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心愿达成的陈二狗 立刻狡黠一笑道 你 气得浑身发颤 指向陈二狗的陈多 心里似乎有太多的脏言脏语 要喷涌而出 但真正话到嘴边 却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要说点什么好 好好 你牛 老夫承认 严尾熊的病况 确实超乎老夫想象 老夫也确实无能为力 但你这妖牛 你敢像老夫一样 也赌上性命和生育吗 这家伙伶牙俐齿 再这么和他说下去 自己迟早都得被他气死 所以 气急败坏的陈多 干脆心意横承认了下来 并咄咄逼人 朝陈二狗怒斥道 虽然出尽风头的是陈二狗 但眼见陶多吃瘪 差点气死的模样 就别提心中有多爽 所以 那五位名医 一直都忍不住兴奋地 在心里为陈二狗 猛打靠 因为自始至终 陶多都没将陈二狗放在眼里 所以 所受嘲讽最多 简直被陶多踩尽尘埃的 就是这五位名医 但碍于陶多身份尊贵 他们也确实医术不及 所以一直都只能憋着 现在陈二狗等于是 替他们证明和报了仇 那就是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当然可以 不过 凡事都得讲究一个 先来后到 既然陶谷主先立下了军令状 那就请陶谷主 先自财谢罪吧 陶谷主贵为要王谷谷主 圣名侠尔 又是一界太陡 不会为了惜命 言而无信 连尊严都不要了吧 知道这家伙甜不知耻 还想拖自己下水 所以 陈二狗立刻云淡风轻地答应一声 又冷嘲热讽道 要是可以 陶多还真想弃尊严 保小命 但陈二狗这一顶顶高帽子戴的 陶多还真骑虎难下 老夫一言九鼎 当然说话算话 但老夫可没说什么时候自财 再说 就是去见阎王 老夫也得戴上 你这个目中无人的贱人 至少 黄泉路上有个伴 也不寂寞 现在老夫就把话放在这里 你要真有本事治好眼尾熊 老夫当场自财 冷亨一生的陶多 质地有生的 极其正重道 要亡谷都治不好的病人 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医者敢治 陶多更不可能相信 这香巴老能治 满足你的小心思 陈二狗平淡一笑道 早就见惯了陶多的无耻 陈二狗也懒得跟他计较 毕竟败类归败类 但也罪不至死 所以从一开始 陈二狗就没打算真要他的小命 谁也没想到 就一个病人而已 事情居然愈演愈烈 忽然就演变成了生死局 但大家更没想到的是 堂堂要王谷谷主 竟然会如此卑鄙 居然还欺骗一个后生晚辈 想贪天之功 不过 陶多毕竟身份显赫 各大家族势力都争相讨好 所以大家也并不敢太得罪于他 所以也就没多话 只是分分不由地 都替陈二狗捏了一把汗 而通过土地传承 再结合自已实际经验 已经思考出一套 可行救人方法的陈二狗 也不再废话 抬手一挥 利用真气 将陶朵打入眼尾熊体内的银针逼出 一扫落地后 又从紫金袋 取出三盒银针 摆在床头柜上 陈二狗抬手猛地往空面一排 数十根银针 瞬间就像是自己长了眼睛一般 如暴雨一般 同时插入了眼尾熊体内 与此同时 陈二狗右手快速掐绝 生机赐予能力 也宛如滔滔江水一般 涌入了眼尾熊体内 这 这个更 更绝 现 现在的中医 都 都这么惊世害俗了吗 这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啊 大家快看 组长身上的银针 还在自动飞起 自动挪位呢 这可比刚才陶谷主的表演 牛叉不知道几百倍 虽然看不懂陈二狗是怎么救人的 但这手法 就是绝绝子 除了满心的卧槽 绝大部分人 甚至惊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 就连刚才 还自信满满的陶夺 此时也一个 踉枪靠在墙壁上 彻底看待了眼 所谓外行瞧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仅凭陈二狗这一手 陶夺便知道 自己已经输得彻底 这 这怎么黑血越来越多了 不好 连银针孔都在冒黑血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他在干嘛 正当逃夺有些万念俱灰的时候 也不知道 谁忽然惊慌失措地大喊了一声 瞬间整个病房 又一次如同炸了锅一般 刚才还对陈二狗本领惊陷不已的众人 立刻又全都改变了起初的看法 甚至还有人冲动得 想要上前阻止陈二狗继续施救 幸好洛明珠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着自己老大 赶紧率先站出身来拦下了众人 见洛明珠都站了出来 心里想着也只能再赌一把的言语 也立刻加入了他这边 呵呵 牛叉哄哄的 老夫还以为你小子有多厉害呢 还是出黑血 看来你小子也不过如此吗 瞬间来了底气的陶夺 立刻起身一脸不屑地高声冷嘲道 即便他的入真手法 确实比自己高明又怎么样 只要治不好眼尾熊的病 就算是死 那他也得陪着自己一起下地狱 血 血 血怎么了吗 不是一直在流血吗 不 不 这次不一样 血红了 真的耶 真的红了 这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组长得救了 还不等陶泽得一玩一波 忽然又一声惊喜大叫 这过山车般的反转 搅得他心口直发疼 不过 眉头紧锁 一手捂紧心口的陶夺 还是强忍疼痛 拨开人群 赶紧冲向了眼尾熊病床 药王谷 一向都是中医界的巅峰魁首 药王谷治不了的病人 自古以来就是神仙难救 必死无疑 所以逃多即便是死 也绝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实 更不相信 一个乡八老 居然有能力打破药王谷千年美誉 陈二狗随手一挥 所有银针再一次恍若长了眼一般 纷纷自动飞回了银针盒内 与此同时 刚才还浑身冰凉 已经判为死人的颜尾熊 也跟着睁开眼 有些茫然地缓缓坐起了身来 不好意思哈 我貌似没必要自裁了 让谷主您失望了 潮满脸震惊和惊恐 一屁股跌坐在地的陶夺 细血一笑后 陈二狗朝他眉头一跳道 这 这 怎么可能 绝不可能 绝对是你们故意设局 在坑我要亡谷 就在严加众人 纷纷冲上床前 向眼尾熊嘘寒问暖的时候 即便是铁一般的事实 就摆在眼前 但陶夺还是怎么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就仿佛整个人都磨正了一般 眼神空洞地 一直在自言自语 可恶的香巴佬 本少和你无冤无仇 你非得出来搅扰本少好梦 今天 你一定会是那个 华夏有史以来 死得最惨的那个 都别高兴得太早 这可是你们逼本少的 正当严加众人 全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时 目光忽然变得无比凶残 解杀气腾腾的严坤 忽然就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手枪 在对准房顶开了一枪后 立刻指向沉二狗 恨得咬牙切齿道 本以为有陶多帮助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 走到最差一步的严坤 就是做梦也不可能想到 自己精心策划的宏图大计 居然会毁在一个 连他都不认识 更瞧不上眼 忽然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香巴佬手里 随着严坤忽然的一声枪响 还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严加众人 瞬间一个个全都惊呆了眼 虽然他们一向知道 严坤不学无术 到处仗是欺人 和为非作歹 但他们就算是想破脑袋 也绝不可能想到 这家伙居然会突然将罪恶之手 伸向自己的亲人 也正因为这 足以吓破绝大部分人 胆的一声震耳枪响 一阵宛如惊雷的喊杀声 瞬间便从别墅外 铺天盖地地传了进来 近百名挥舞着寒光闪烁片刀的魁梧壮汉 或跑 或闪身 或飞檐走壁 个个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仅仅半分钟不到时间 便从围墙外 直接攻进了别墅大院 你这不孝逆子 把枪给我放下 不得对恩人无礼 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严尾熊 立刻一巴掌拍向床头柜 勃然大怒喝道 因为严坤不仅是幼子 而且小时候还因为 自己疏忽受过伤 所以严尾熊一直对他格外宠爱 但严尾熊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怎么就把他宠成了这副模样 居然连是复杀兄 这种天理难容的事情 他居然也做得出来 坤弟 听话 把枪放下 我们都是一家人 凡事好商量 你不就是想坐上严家家主之位吗 等我们兄弟齐心 照顾父亲百年之后 大哥让给你就是 面色下得煞白的言语 赶紧下意识挡在尘二狗前面 急切地好言相劝道 因为严家人怎么都不可能想到 严坤居然会做出这种违背天伦的恶行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他们 也赶紧纷纷加入了对严坤的劝说行列 要知道 严家核心族人 因为严尾熊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原因 基本都汇聚到了这里 若是狼子野心的严坤真痛下杀手的话 整个严家都得遭殃 呵呵 关心这乡八老死活之前 你们还是先关心关心你们自己死活吧 今天要么将整个严家和严氏集团交到本少手里 要么你们全部去见严旺 枪口扫尸一圈众人 吓得大家无不纷纷胆战心惊闭上眼后 冷哼一声的严坤 直接大大方方往旁边椅子上一靠 态度决然而冷淡倒 虽然一副胜券在握模样 但其实严坤心中也稍稍有几分困惑 严家有多少护卫 严坤再清楚不过 按照时间推算 自己的人早就该杀进来了 但奇怪的是 外面兵哥相向的对战声依旧还在继续 而且仿佛还越来越激烈的样子 之前严坤一直用顽固形象掩盖自己野心 按道理而言 绝不可能有人发现 更不可能有任何防备 严坤 别再挣扎了 你的一切阴谋诡计 早就被我老大看穿 实话告诉你 我早就安排在外的严家高手秘密赶回了这里 今天 你要是一意孤行的话 插翅难逃 严家生你养你 所有族人都带你不薄 你若是还有一点良心 现在道歉认错还来得及 虽然对严坤已经失望透顶 但毕竟一起长大 兄妹之情摆在这里 所以 洛明珠还是不希望他一错再错 于是便干脆直接探排道 往旁边椅子上一座的陈二狗 随手掏出手机 关心起了杨宇飞等人情况 自己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这是严家的家务事 他并不想参与 更何况 即便是严坤手里拿着枪 陈二狗也自始至终 都没将他放在眼里 一众手下迟迟没有冲进别墅 就无疑已经证明了 洛明珠所说不解 虽然想不通一个素不相识的香巴佬 为什么会清楚自己的一切计划 但事实已经如此 这对严坤来说 已然并不重要 又是你这个香巴佬 你马的 老子上辈子是挖你家祖坟了 还是上了你亲娘 非你马的跟老子做对事吧 只是这香巴佬 一而再再而三坏自己好事 严坤没法不对他恨之入骨 所以在气得直颗牙的同时 五官都已经开始扭曲的严坤 立刻便再次将黑洞洞的枪口 朝陈二狗瞄准了过去 虽然陈二狗面上依旧平静如水 仿佛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一般 但严坤的话 却还是瞬间激起了他心中一丝怒火 若他羞辱得仅仅是自已 陈二狗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当他是在放屁 辱吉先祖和至亲 却是陈二狗绝不能容忍的 即便至今 陈二狗也不知道自己的先祖是谁 亲娘是谁 但不管怎么样 那也不是严坤一个小喽啰所能辱墨的 所以即便陈二狗还是没有急着动手 心里却暂时记下了他刚才的冒犯 坤弟 放手吧 算哥求你了 行吗 迅速挡住枪口的言语 几乎是带着哀求口吻 只差没给自已 这个弟弟给跪下了 求我 哈哈 你还是留着这份心思 一会去求阎王吧 陶多虽然无能 但他刚才给你吃下的那颗毒丸 却是实实在在的剧毒 无药可解 而且还是连他自己都解不了的剧毒 接下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然后就是这可恶的香巴佬 一脸得意的严坤 一提起陈二狗 瞬间变弃的又是一阵五官扭曲 即便他看穿自己野心 并不会影响结局 但一个香巴佬 三方五次坏自己好事 严坤就是说不出的恨 更何况 正因为这香巴佬的搅和 本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现在却越搞越复杂 你不是一直吹牛 说什么是华下一界巅峰魁首吗 要不你来猜猜 你那剧毒 为什么还不发作 就在严加众人一片震惊和心痛的时候 一直懒得开口的陈二狗 忽然就稍稍抬起头 饶有兴趣的看向已经站在严坤身后 又一脸得意的陶朵道 仿若一道天雷打在身上的陶朵 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呆若木鸡般再一次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眼神 是啊 按照时间推算 现在的言语早该毒发身亡了 为什么他还活得好好的 更让陶朵百思不解的是 陈二狗虽然医术了得 但也没见他动手给言语解毒啊 曹尼玛的又他妈是你个狗日子的乡巴佬 在给老子捣乱是吧 别他妈得意得太早 你们真他妈以为老子只有这点实力 那你们也未免太幼稚了吧 虽然严坤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从陈二狗的话里 傻子都听得出肯定和他脱不了干系 所以肺都差点要被气炸了的严坤 顿时拍案而起 勃然大怒道 虽然没人知道严坤这一波又要搞什么鬼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绝对还藏有后招 否则面对早有准备的洛明珠 严坤也绝不可能如此淡定从容 来 小伙子 看这边 你说的没错 还是我 是不是很惊喜 是不是很意外 收起手机缓缓起身的陈二狗 略带一丝细血调侃口吻道 没人知道 严宇在吞下药丸时 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丝痛苦 其实就是陈二狗利用真气 迅速封住了他几大穴位 这对早已能将真气运用控制自如的陈二狗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不过 此时的陈二狗 也懒得跟他们浪费口水 解释这些 大家更不知道的是 刚才坐在椅子上的陈二狗 其实一直都在运工恢复真气 严伟雄的病情 早已深入骨髓 离真正的死亡 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 但为了救他 陈二狗还是耗费了近四成的真气 转化为生机赐予 虽然这是严家家务事 自已能不出手 就尽量不出手 但防范于未然 还是很有必要 毕竟 严坤有备而来 身为严家少爷 他不可能不知道严家的实力 如果严坤是个聪明人的话 他肯定会做好防范一切意外的准备 毕竟 坏不是智商 而是品德 呵呵 蹦吧 继续给本少蹦 反正你也蹦不了多久了 虽然恨不得立刻一枪崩了陈二狗 但差点被他气疯的严坤 一时间还真舍不得让他死得这么干脆 所以 一声不屑吃笑后 严坤非但不再发怒生气 反而嘴角扬起了一抹脚侠得意的浅笑 但严坤得意了 陈二狗却忽然促紧了眉头 也恰在此时 一群身如红艳的黑衣人 瞬间便闯入了陈二狗的土地感应范围内 这些人不仅动作凌厉迅速 而且陈二狗立刻便能判断出 他们之中即便是身手最弱的 那也已经进入天阶 快 让你的人全部退进来 面色微沉的陈二狗 立刻对一旁的洛明珠吩咐道 明明自己这边占据明显优势 现在不将严坤的人斩尽杀绝 又更待何时 所以 不仅严加众人一时间完全无法理解陈二狗的行为 就连洛明珠也稍稍正了一下 不过 好在洛明珠绝对相信陈二狗的本事和判断 所以 不等下一世想要阻止的严加众人开口 他便已经发出一声尖锐口哨声 挣扎 你们就继续挣扎吧 本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垂死挣扎的剑样 哈哈 没用的 反正迟早 你们都是一个死 又又又是这个香巴佬 同样正立了几秒的严坤 瞬间便气得再次有了 要立刻解决陈二狗的冲动 只不过 他很快又熄灭了心中这股怒火 转而仰头大笑起了起来 对严坤而言 不管他们退不退回来 那都是一网打尽的事情 老大 以你的身手 就不能先直接拿下严坤这家伙吗 借着严加众人细微的议论声做掩护 靠近陈二狗身后 洛明珠很是不解地轻声问道 能 不过没必要 一个小喽啰而已 不让他继续嚣张 怎么知道藏在背后那黑手的全部计划 他认真问 陈二狗就狡狭一笑后 随口一答 但陈二狗的话 却着招实实地将洛明珠案吓了一大跳 自认为并不算太笨的洛明珠 若不是陈二狗提醒 之前还真丝毫没往这方面去思考过 更没有发觉任何可疑之处 但洛明珠绝对不怀疑陈二狗的判断 因为他的判断从来就没有出过错 若不是如此 洛明珠也可能一直死心塌地 为他安前马后 现在经过陈二狗提点 再细细一想 他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严坤一向不学无术 严家人一直都暗中对他盯得很紧 生怕他惹出什么天大的篓子来 毕竟 京城不像其他地方 这里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甚至大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 都可能身份不凡 在这种情况下 严坤要聚集如此庞大的势力 着实难于登天 要知道 一名天阶舞者的身价 无论在哪里 都不低 要豢养大量高手 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 严家不可能发现不了 所以 唯一的可能就是 严坤其实就是一颗棋子 为了依以私欲 正引狼入室 严坤 你个忘祖被踪的狼心狗废东西 若是早至今日 当年我就应该在小时候 就亲手掐死你这混蛋 眼看数十名黑衣蒙面高手 已然冲进别墅 严伟雄顿时气地浑身发抖 勃然只向严坤怒骂道 可惜 您老现在后悔 已经晚了 爸 您老了 该退位让贤了 要不是你这老顽顾名顽不灵 非要得罪秦家 我们严家早就跻身四大家族之一了 现在只有我 才能带领严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满不在乎的严坤 一脸得意洋洋道 做梦 严家今天哪怕是血流成河 也不可能交到你这种 丧心病狂的不孝子孙手里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狠狠瞪了一眼严坤的严伟雄 不假思索地斩钉截铁怒喝道 自以儿子什么德性 严伟雄最清楚不过 更何况他现在还做出了这种 鼠点望祖的恶行 严家交到他手里 结局只可能比现在还惨 好了 废话少说 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只要你们将整个严家交到我手里 你们就都可以活命 想想吧 要么你们恭恭敬敬奉上 要么我把阻碍我大忌的全部送去见阎王 反正本少想要的最终也全部都是本少的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都阻止不了 实时务的族人现在就可以站过来了 否则一会刀枪无眼 可别怪本少没提醒你们 反正自以在族人眼里一直都是如此不堪 早就习惯了的严坤 面上没有半点怒涩 依旧满不在乎的趾高气昂道 也不想再跟他们太浪费时间 严坤直接便退出了卧室 朝楼下大厅瞬间一跃而下 随着严坤话落以及脚步声响起 严家人无不一片面面相去 屋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 而此时落明珠的人已经退到了走廊口 人数虽然和对方基本平等 但即便撤退得早 但还是不少人被后来感到的黑衣人伤了身体 实力差距显而易见 看在血脉亲情分上 本少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决定时间 这五分钟 本少还刻意给你们安排了一场好戏 可以帮助你们更明智地做出正确决定 真心劝你们别想着向外求援 本少的人藏身在别墅周围的 还有不少 要是你们自己想死的话 别拖累别人 在逃夺也飞身而下的同时 严坤悠闲地往沙发上一躺 一边得意洋洋把玩着手中手枪 一边朝身后黑衣人使了一个眼色 本来就深陷震惊之中的严家众人 此刻更是惊得浑身一哆嗦 现如今情况 就已经足以让他们绝望了 严坤的好戏 他们已经不敢再看了 让陈二狗既有些意外又有些欣慰的事 即便如此 严家众人至今也没有一人选择贪生怕死 投降严坤 在陈二狗的计划里 严家便是自己的下一个合作伙伴 陈二狗交友 从不看实力 人品最为重要 所谓患难见真情 同样患难也最考验品德 而眼前的严家 无疑正好满足了陈二狗的要求 老大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目前情况已经超远了自己和严家的处理能力 所以 洛明珠只得将求助的眼神 看向陈二狗 毕竟 他的人擅长情报工作 交手能力却并不算强悍 只是洛明珠做梦也没想到 这次危机居然烧到了家里 他的情报网 居然之前还没有半点察觉 不是还有五分钟吗 不急 既然严少精心安排了好戏 我们怎么能不赏脸 好好欣赏呢 扫尸一眼 正紧张商量 对策的严家众人后 随口答话间 陈二狗率先便卖出了卧室 严坤虽然可恶 但他的嚣张 却只着着实时地来自实力 他所说 确实没有半点夸张 眼前这些黑衣人 只是所有黑衣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京城能调动一批如此强大高手的 唯有四大家族中的某一家 真正的黑手还未到 陈二狗便不着急 不过好在陈二狗无需衡量利弊 毕竟严坤现在最恨的就是自已 组长 出事了 集团旗下在京城的分公司 都预袭了 惨败 丰氏负责人的求救电话 那边的分公司也被偷袭了 楚宁省那边的三家分公司 被查了 负责人全都被抓 跟出来的严家众人 都还没来得及想好对策 随着先后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接过电话的所有严家族人 顿时无意不是面色煞白 和满脸惶恐 严尾熊虽然还在强装镇定 但他那满头的冷汗 微颤的双手 却丝毫掩盖不了他心中的慌乱 不用怀疑 就是本少安排的 怎么样 这场好戏 过瘾吧 本少早就告诉过你们 不管你们同不同意 严家都是本少的 唯一的差别就是 多死几个人和少死几个人的区别 在严家众人 纷纷投来愤怒目光时 严坤顿时一跃而起 仰头大笑道 想和这畜生一样 望祖气宗的族人 尽管下去 其他人 做好血战到底的准备 磨的牙齿 发出一阵瘆人难听的声响后 严尾熊目光伶俐 质地有声道 没有 和他们拼了 虽然严家族人在场人数不算多 但刚蒙有力地怒吼 却震动了整栋别墅 一群不知死活的老顽固 动手 送他们去见严望 即便知道这些族人都有些本事 但和自己这边实力相比 却是天囊之别 所以 在一声不懈吃笑后 严坤立刻面色一尘 并打了一个响亮的响指等等 送他们去见严望之前 要不麻烦严绍 先送我一程 你不是最恨我的吗 万一等下一片混战 你哪个不长眼的小弟 一刀把我劈了 你还怎么让我生不如死 一泻心头之恨 是吧 就在一众黑衣人 打算要动手的时候 忽然尘二狗率先一跃而下 一副嬉皮笑脸模样道 也就在刚才这等待的过程中 一大批黑衣人 迅速又朝严家这边涌了过来 知道是时候了的尘二狗 本就打算该教严坤做人了 谁知他也恰好失去了耐心 倒也碎了彼此心愿 虽然你小子是最可恨的 但本少却不得不夸奖你一句 你小子也确实是这些不知死活的混蛋中最实实物的 但这也改变不了你生不如死的结局 你们两个先拿下这小子 记住 一会其他人可以杀无赦 但这小子 本少要活的 嘿嘿 今天本少一定要亲自让他知道 什么叫悔不当初 没想到这乡八佬 竟然会主动上前送死 严坤顿时便眉眼 笑成一条线 得意中透着期待 立刻一阵 口若悬河的眉飞色舞蹈 恩人 小心 动手 等等 因为尘二狗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严伟雄等人 根本就没来得及阻止 眼见两名黑衣人立刻一左一右 丝毫没有半点着急地走向尘二狗 严家众人瞬间便纷纷一片大惊失色 也幸好落明珠相信自己老大的本事 所以赶紧喝声将大家阻拦下来 否则此刻绝对已然变成一场混战 两个连热身都不够 要不 还是一起来吧 这样一来 拿下我的概率 可就大多了 他们二人 竟然还敢慢悠悠地 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尘二狗更没将他们二人放在眼里 随意一摆手嬉笑道 还不等颜昆和两名黑衣人发出不屑冷嘲 一道人影忽然一闪而过 两名天阶前妻高手 瞬间便赶一阵压力山大 哪怕是瞬间将内力提至了巅峰状态 竟然依旧还是连挪动一下身体都成了不可能的奢求 二人都还没来得及露出惊恐之色 一对宛如铁腕般的双手 已然直接扣住了他们手腕 随着一阵嘎嘣脆的骨骼断裂声响起 一口同声的惨叫 也立刻响彻了整栋别墅内外 虽然其他黑衣人在心中暗叫一声不好的时候 立刻便下意识地想要上前救援 但奈何 尘二狗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只见尘二狗对外随手一挥 惨叫声刚因为昏厥停歇的二人 立刻变成抛物线失去了踪迹 知道尘二狗一束无双 但颜坤做梦也没想到 他的身手竟然也恐怖如斯 那可是两名天阶高手啊 居然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这想想都觉得恐怖无比 给给本少 一一起上 差点直接吓尿的颜坤 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目瞪口呆的舌头 打劫到一声令下 颜坤的模样 瞬间便让在场所有人都领会了一把 什么叫做 用最耸的语气和模样 说着最硬气的话 因为刚才那两名天阶高手 瞬间便没了声 在众人眼里 他们应该是已经命丧黄泉 所以 见同伴惨死的一众黑衣人 根本无需颜坤任何命令 立刻便一个个杀气腾腾飞身而起 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 朝尘二狗猛扑了过去 十二名天阶舞者联手 对身在别墅内的众人而言 简直就堪比一场世界末日 巨大而凶猛的内力 翻涌在空气之中 不仅人人倍感恍若泰山压顶 就连呼吸 都仿佛是在吸着刀片一般 浑身锐痛 颜尾熊等人 即便是耗尽内力 但还是清一色的 全部被压趴在了地面之上 就更别提别墅内的家具家电了 顷客之间 数不尽的炸裂声 伴随着残渣飞舞 刺的人耳膜发疼 但让十二名天阶舞者 深感意外的是 本应该以为平地的别墅 此刻却不仅稳如泰山 甚至居然连半点晃动都没有 更别说坍塌了 而他们其力打向 陈二狗的内力和拳掌 却更为恐怖地悬停在了半空之中 眼前就像是有一块无形的钢板一般 哪怕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始终依旧前进不得半分 不好 这家伙是个实力恐怖 远超我们想象的修真者 快 撤 意识到不对劲的一众黑衣人 随着两声惊慌失措的尖锐怒吼响起 立刻便赶紧想要往回收内力和拳脚 但更让他们心生绝望的是 进不了也就算了 居然还连撤回都成了不可能的奢求 既然都猜到了 又何必再做这种白日美梦呢 怪怪听话 任我柔念 它不香吗 嬉笑一声的陈二狗 忽然便右手五指一阵掐绝 一股宛如洪水猛兽般的真气 瞬间便注入了护体真气之中 心慌意乱 连半点对策之法都没有的十二人 立刻便感觉有一股力量 宛如排山倒海一般钻进了自己体内 汹涌而出的鲜血 立刻便将他们想要发出来的痛丝给全部噎了回去 人也跟着身体后仰 快如闪电般先飞了出去 只不过 却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 穿过别墅墙面 飞向外面 而是仿佛撞在了软绵绵的棉花糖上一般 瞬间又往地面笔直跌落了下来 虽然没法开口 但他们也终于明白了 刚才为什么别墅本体能毫发无伤 以一以之力 对战十二名天阶前妻舞者 还要分出真气制造结界 关键是还全程宛如游戏一般轻松 他们心中非常清楚 陈二狗的实力 不是他们能想象的 这点还是不够啊 连帮我热身都还差一大截 严少 还有吗 虽然看似轻松 但为了确保洛明珠等人无恙 陈二狗这一战损耗真气 还是达到了近四成 所以在暗运功法恢复的同时 立刻一副意犹未尽模样 对目瞪口呆的颜坤道 浑身一个哆嗦回过神来的颜坤 是真的哭了 虽然没像小孩子一般哇哇大哭 但眼角滚落的痘大泪珠 却是骗不了人的 又又又又是这香巴老坏自己好事 而且还是坏得彻彻底底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就是打死颜坤 他也绝不敢去招惹陈二狗这个温神 只可惜现在想这些已经晚了 虽然他和陶夺都还有些伸手 但他们谁也不敢自信地说 能如此轻松地以一敌二 那就更别说什么以一敌十二了 这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毫不夸张地说 连他们自己都知道 在陈二狗面前 他们连当靶子都未必有资格 但他们二人好歹还在心里做了一番分析 而楼上的严家众人 确实到现在都还是一片呆若木鸡 脑中更是一片空白 稍稍回过神来的他们 想想之前对陈二狗的清代 无一不是各个羞愧难当 瞧你这怂样就知道 肯定是没热身的机会了 严老 接下来就是你们严家的家事 晚辈就不便插手了 各位 请吧 藏身在别墅附近的黑衣人 虽然至今没有半点动作 似乎并没有发现这边的情景 但他们的存在就是威胁 所以 陈二狗也需要恢复真气 干脆将一切交给严家 一来自已没啥兴趣 二来也算是卖严家一个人情 毕竟 严家的事情 从某个层面来说 完全和自已无关 多谢恩人就严某和严家于水火 严家无以为报 还请恩人受再下一拜 若是恩人日后有任何差遣 严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回过神来的严伟雄 立刻一跃而下 不过他却并没有急着 去处置字 以那不孝子 而是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陈二狗面前 其余严家人见状 也立刻跟着纷纷原地跪了下去 事实摆在眼前 如果没有陈二狗 此刻的严家 已然家破人亡 虽然严坤还是姓严 但宗族皆亡 何谈严家 起来吧 有你们往后还人情的机会 有什么要处置的 各位抓紧时间 更大的危机 还在后头 你们最好先问清楚 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严坤 目的何在 拉起严伟雄后 陈二狗随口说话间 便已经坐到了严坤对面沙发上 直到现在 包括严伟雄在内的严家众人 根本就没有往陈二狗所说的那方面怀疑过 但陈二狗的本事 他们也见识到了 在他们眼里看来 说神机妙算 丝毫不为过 就在陈二狗坐下的那一刻 整个人生观都已经崩瘫的严坤 瞬间便吓得 从沙发上滑落了下来 自知不敌 已无其他逃生办法的逃夺 也只得带着万分懊悔的心情 跪瘫在了地上 畜生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在严家众人 赶紧掏出电话 向外调人 以及求助的时候 怒气冲天的严伟雄 冲上前不由分说 便对严坤一阵左右开弓起来 整个严家都差点毁在这逆子手里 身为族长 一家之主 严伟雄必须要给族人一个交代 老大 我有点担心严家撑不住 能不能把我们从楚南无省带来的兄弟 请来帮忙 悄悄走到陈二狗身后的洛明珠 带着一丝恳求口吻道 不仅陈二狗能想到 洛明珠也想得明白 之前严坤带来的数十高手 再加上十四名天阶高手 这实力 可不是一般势力能拥有的 劈劈啪啪 接连不断地脆响 立刻便看待了在场不少人 那可不是什么敷衍 而是真叫一个狠 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时间 严坤便已经满嘴鲜血 连牙齿都掉了好几颗 关键是 严伟雄打得不只是脸 还有腹部等不致命的地方 联合外人 是复杀兄 七祖灭宗 这种天理难容的恶行 都做得出来 别说是打 就是杀了他 严伟雄都觉得丝毫不过分 爸 爸 别 别打了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您 要是再打下去 我就真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急 我已经通知谢东准备了 如果有必要 我会通知他们 就在严坤被揍得晕头转向 和鼻青脸肿 哇哇大哭 抱头求饶的时候 平淡一笑的陈二狗 也随口回答了洛明珠一句 各位族人同胞长辈 严坤犯下这种大逆不道的恶行 和我平时对他的宠溺脱不开关系 不管今天结局如何 我严伟雄 都将引就辞去严氏家族族长之位 逆子 说 在向一众族人深深鞠躬致歉后 严伟雄这才朝严坤抱贺一声道 虽然陈二狗不想管严家的事情 但心中却认同严伟雄的处置方法 子不孝父之过 但好在严家绝大部分人都极其有担当 也不枉自已救他们一场 是 是乌家找伤我的 他们给我洗脑 说什么我要是不当上族长 等您 您死了 就没人照顾我了 那 那些族人就会弄死我 乌家干预是一个原因 但严坤自已心术不正 绝对才是主要因素 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却也并没有就此多说 毕竟 他们现在更在乎的是 严家怎么就惹上了乌家 乌家贵为四大家族之一 他们要对严家下手 严家还有几分活路 接下来 又该如何化解这份危机 严家该何去何从 说 你许给了乌家什么好处 狠狠瞪了一眼 自已这不争气的逆子 严伟雄再次怒喝道 棺 棺材 从楚州省和陵南省运来的棺材 他们就让 我给他们运了一下棺材而已 真 真的 乌家 其他什么好处都没有 不敢再有丝毫隐瞒的严坤 立刻脱口而出达道 就连他自己都知道 这话说出来 大家肯定不信 所以还可以单手上举 做出了发誓的动作 说 棺材在哪 就在在场众人一片 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忽然一跃而起的陈二狗一个闪身 一抬手便扣住了颜坤咽喉 怒喝道 从楚州和陵南来的棺材 陈二狗想都不用想便知道 肯定是自己养父母的遗体 本来置身世外的他 确实也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意外收获 也正因为如此 陈二狗才会目带伶俐杀意 父母先去十余年 自已身为人子 却连他们遗体都保不住 陈二狗觉得自已简直枉为人 在在最先楼 相比自已父亲和族人 在场所有人中 颜坤真正最怕的 还属陈二狗 要不是他 自已的宏图大计也不可能失败 而且 颜伟雄带给他的 只是皮肉之苦 但陈二狗这一掐 即便没有真正扣死咽喉 却只肩已然掐入两侧肉内 再加上那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眼神 颜坤敢确定 自已 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 真的立刻就会死在陈二狗手下 嗯 恩人 您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陈二狗神色格外凝重 却久久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所以 颜伟雄只得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 颜佳纵然是在整个华夏势力排行榜中 那也绝对排得近前50 身为颜佳家主组长 无论是胆量和定力等个方面 颜伟雄都觉得堪称一流 但就刚才陈二狗的眼神还是将他吓了一大跳 要知道 即便是面对14名天阶高手 陈二狗也未曾改色 刚才的举动实在是太害人了 在最先楼哪里 乌家势力远超颜佳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帮忙 经过短暂思考的陈二狗 在放下颜坤的同时 语气平淡问道 所有一切都合情合理 唯有这一点 陈二狗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找我 我就负责送到最先楼门口 颜坤的答案 陈二狗并不意外 只是乌家这么做 也决然有他们的道理 这也是刚才陈二狗 沉思了近两分钟的原因 但不能排除 最先楼只是个幌子 随后又转移回乌家的可能 毕竟直到现在 陈二狗也无法判断 那天乌家拿来威胁自己的棺材 到底是真还是假 颜老 请问最先楼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最先楼这个名字 陈二狗并不陌生 而且还曾亲自去考察过 却也并未发现什么棺材 因为诛灭王储两家 并真正残杀整个上官家的那名凶手 之前和陈二狗约定的 就是三个月后的最先楼建 而陈二狗见到的最先楼 只是一家很大的餐馆而已 最先楼坐落在京城北郊 由五座阁楼组成 生意爆满 并无异样 最先楼老板名叫蔡元 54岁 住在同福路54号 祖祖辈辈老京城人 除了必要的宴会外 他的生活很简单 除了家 就是最先楼 每天基本都是两点一线 一共五座阁楼 不同的楼 消费水平不一样 再加上菜品新鲜 价格公道 所以各层人土豆爱去 而他所以的交际圈 也都是最先楼顾客 其中便包括四大家族 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 说起最先楼 洛明珠简直就像是如鼠家珍 甚至是里面的详细构造 他都一清二楚 微微一点头的陈二狗回到沙发 便也没再多说什么 但心中已然决定 等有时间一定要亲自再去一趟 之前只是一个约会 陈二狗暂时可以不重视 但现在涉及自已父母遗体 陈二狗不得不慎重对待 杀我吴家十四名天阶高手 你们严家 出息了吗 都滚出来 受死吧 还不等严尾熊再审问严坤 一个带着几分空洞感觉 人人犹如就在耳畔的声音 却率先从外穿透了进来 但等大家心中大惊 下意识透过窗户 看向别墅外面的时候 整个院内却是一片空荡 连半条人影都没有 毫无疑问 能发出这种声音的 绝对是世间罕见的高手 关键是 还是吴家的人 仅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严家所有人胆颤心惊 严家在京城 确实有一定实力 但他们心中都清楚 那得看和谁比 若是云家这种武道世家 严家还有一争高低的实力 但和高高在上的四大家族之一 吴家相比 那依然还是鸡蛋碰石头 直到严家众人 各个面色民众冲出别墅 一道残影才忽然一闪而至 来人看上去年约七十左右 一身青色素衣 白发及腰 颇具古风 老大 需要我详细调查最先楼吗 因为陈二狗并未跟出门 所以落明珠也还陪在他身后 神色郑重问道 嗯 越详细越好 包括和他们关系密切的所有人 放下手头所有工作 优先调查此事 陈二狗毫不犹豫 面色凝重达道 棺材并未直接进入吴家 而是直接去了最先楼 陈二狗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 吴家担心 自己设法取走棺材 所以他们自始至终 都根本没将棺材放在家里 如果不在最先楼 那也绝对和最先楼有关 老大放心 从未见过老大神色如此沉重 甚至刚才都有些失态 所以洛明珠非常清楚 此事对陈二狗绝对极其重要 在赶紧答应一声后 立刻掏出手机 将他所有的关系网 暗网全部调动了起来 在此期间 陈二狗发现一个鬼魂 忽然从其中一名天阶舞者身体内 窜出 瞟向了自已 这才发现 这家伙实力最不济 即便自已已经手下留情 但还是要了他小命 不过 他们企图血洗严家 也算是死有余辜 所以 陈二狗也没在意 便开始随便问起了 他关于乌家的事情 敢问老先生 尊姓大名 见来者只有一人 严家一众族人 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但严伟雄却是眉间紧促 丝毫不敢大意 恭恭敬敬问道 虽然严家所在别墅的高手并不多 但却也绝对不是不堪一击 不仅所有舞者的实力加起来 绝对堪比一名天阶巅峰高手 而且还有两名住基镜 两名金丹镜修真者 眼前老者一人仅凭一句话 就想灭整个严家 口气何等狂妄嚣张 但有如此自信 也足以体现老者的实力 绝对远超严家人想象 用不着跟老夫套近乎 你们各地70%的资产 已经纳入我屋家名下 从即刻起 京城不再有严家 神情冷漠地白了一眼眼尾雄厚 老者带着高高在上的不屑口吻道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 乌家无耻 你 你们不是说好 严家一切都纳入我名下的吗 不带面色震变的严尾雄说话 刚才还生无可恋的严坤 忽然像是发疯一般地冲向了门外 冷淡一笑的尘二狗都懒得说话 就这种智商还想执掌严家 不夸才怪 虽然自己父母两幅棺材 对乌家而言 确实极其重要 但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如此简单的任务 就能换来整个严家 严坤这脑子说声秀了 那都是抬举他 滚回去 敢问老先生 我们严家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乌家 就算是死 也求老先生开恩 让我们死个明白 一声呵斥吼退严坤后 严尾雄再次恭恭敬敬问道 严家好歹也算是大家族 身为一家之主 你怎么这么幼稚 经常各种势力 互相较量吞并 天天都在发生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当然 这还得感谢你有个好儿子 要不是他把你们严家的情报 全部出卖给我们 我们又怎么可能长驱直入 如此轻松拿下你们严家 是真觉得严尾雄幼稚愚蠢 所以老者在说话时 几乎自自都带着嫌弃和冷嘲 被老者堵得哑口无言的严家众人 顿时无疑不是面面相去 正如老者所言 这确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虽然气不过 各个怒火中烧 但却也没人敢主动出手 毕竟 严家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即便是打败了眼前这老者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 乌家的对手 更何况 这老者敢置身前来 定有所持 也绝不是他们说打败就能打败的 喂 老头 弄你们乌家十四名天阶舞者的是小爷 又不是他们严家 你找他们麻烦干什么 有种的 咱俩笔划笔划 知道严家人不是这老者对手 而且陈二狗也有些疑问 想从这老者身上找到答案 所以 干脆大摇大摆了走出别墅 带着挑衅口吻道 从乌家对自己父母下手的那一刻起 陈二狗和他们便已经没有可协调的余地 所以 面对乌家人 陈二狗也一向没什么客气可言 是你 一眼认出陈二狗的老者 顿时眉间深锁 诧异的神情中 明显多了几分忌惮 没错 就是你小爷我 今天 严家小爷保定了 不服来战 往台阶上一座的陈二狗 一副满不在乎的得意姿态道 还不等陈二狗话落 眉头已经皱成人自行的老者 立刻便双指入口 发出了一声尖锐口哨声 二十多条人影 顷刻间便从四方飞身而来 将整个严家都包围了起来 对付整个严家 老者一人单枪匹马 却面对一个陈二狗 加上他自已 却摆出了二十八人围攻的架势 虽然严家众人 并不想要这种待遇 但心中却全都不得不承认 人和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待遇 简直天壤之别 你们乌家 一向都这么自以为是吗 对付我 就靠这么几个小喽啰 那可远远不够 这样吧 给你个机会 立刻向你们家主求支援 最好是你们那缩头乌龟家主 自己能亲自带着所有族人来一次性送死 云淡风轻的扫事 一眼一众乌家高手后 陈二狗满脸不屑吃笑道 虽然这话确实有点吹牛 但陈二狗就是看不惯乌家那无得嘴脸 陈二狗 我们乌家给你面子 不和你计较 三方五次饶你不死 老夫警告你 别太得意忘形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 都保不住严家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滚蛋 否则 你要是胆敢阻拦 老夫送你 和他们一起去见阎王 狠狠瞪了一眼陈二狗 老者几乎是紧咬牙关道 当然 他并不是惧怕陈二狗 更不是相信他的狂言妄语 只是眼前这情况 还真让老者有些为难 严家今天必须要亡 但陈二狗对乌家 又确实还有大用 若是陈二狗 非要以死相拼的话 还真不是一般的棘手 不过 棘手归棘手 但老者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他这话中 不仅有几分真心 也有几分恐吓 若是陈二狗自已识去 现在滚蛋 那无疑是最好的 那就来呗 让大家做个见证 看看我们之间 到底是谁送谁去见阎王 老者怎么想 陈二狗不在乎 反正自己好不容易彻底取得严家信任 严家往后对自己还有大用 而且 就算是看在落明珠面子上 严家也绝不能夸 心中有些窝火的老者 在简单犹豫过后 最终还是选择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毕竟 无论是陈二狗 还是严家 对乌家而言 都极其重要 更重要的是 倒嘴的肥肉 乌家又怎么可能舍得吐出来 以前严家一向只求自保 并不参与外界争斗 今天这一行动 乌家等于直接将严家推到了对立面 再怎么说 严家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若是现在不灭 等他们喘过气来 在暗中给乌家使小绊子 还真是个头疼的事情 家主电话 所以为了谨慎起见 老者最终还是选择了 给家主拨打电话 在简单说明情况后 老者很快便冷冷地将手机扔给了陈二狗 缩头乌龟老贼 什么时候把我父母一体交换出来 随手接过电话的陈二狗 立刻语气冰冷了几分 毫不客气到 虽然陈二狗觉得没什么 但在场所有人 却无不是一片惊恶和错愣 要知道 电话对面的 可是整个华夏四大巅峰家族之一的乌家家主 身份显赫程度 闻其名都足以让整个华夏绝大部分人胆寒 毫不夸张地说 乌家家主一个不悦 整个华夏都得抖三抖 平时人人八戒都还来不及 但到了陈二狗这里 却仿佛像是成了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小狗一般 想不让人心中生寒都难 早有约定在先 陈少又何必着急 给个面子 离开严家 对面的乌家家主 平淡一笑后 温言细语道 你的面子 在我这里不值钱 懒得跟他嬉皮笑脸的陈二狗 冷声直接打断他话道 在此心中一害的众人 瞬间更是一片面面相去 差点没直接将眼珠子惊掉出来 整个华夏 敢不给乌家家主面子的人 绝对屈指可数 虽然没法说出口 但严家绝大部分人对陈二狗的话 却是字字提心吊胆 一方面陈二狗聪明机智 伸手不凡 现在唯有他能救严家 所以一部分严家人 还真有几分担心 他给了乌家面子 严家就彻底完了 但另一方面 又一部分严家人 还是希望陈二狗知难而退 毕竟 乌家势力庞大 整个华夏也没几个人惹得起 作为严家恩人 他们理应希望陈二狗安全 若是陈少给这个面子 我答应先还你一副棺材如何 似乎并没有意外 电话内的声音 依旧波澜不惊道 你今天就是把我父母遗体 全部还给我 那也不行 接你电话 我不是来和你谈条件的 而是通知你 要想保住他们这些家伙的命 就赶紧派人过来支援 乌家居然会愿意 拿出一副棺材做交易条件 这倒是远超陈二狗意料之外 也由此可见 拿下严家对乌家极其重要 但陈二狗也不能为了一具父母遗体 就不管严家血流成何 所以他的答复 没有半点的犹豫和拖泥带水 从某一方面来说 乌家越是想要得到了 自己就越要阻止 而且陈二狗要的是两具遗体 而不是其中一具 毕竟 但凡只要还有一具遗体在乌家手里 那字 也就还是得受他们威胁 这交易显然不划算 难道就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对面倒也没想到 陈二狗如此油言不尽 所有稍稍正停了几秒 才叹息一声道 当然有 把你们出言家这里夺走的 双倍吐出来 他们还可以活着回去 你自以考虑吧 该说的已经说了 陈二狗也懒得再和他废话 话音刚落 立刻便将手机 扔还给了满面怒容的老者 家主 是我 请问我该如何处置此事 接过电话的老者 神色罕见的宁众请示道 堂堂乌家家主 给他打电话谈条件 这是何等的殊荣 这混蛋相巴老 不仅不知道珍惜 还恶语相向 老者心肺都差点要被他给气炸了 若自己是乌家家主的话 老者绝对会立刻 不惜一切代价 先弄死这混蛋再说 逃吧 能逃一个是一个 如果实在逃不掉 乌家会替你们举办盛大的葬礼 电话内传来的冰冷声音 瞬间让老者有些傻了眼 但还不等他说话 电话内传来的 已然只有被挂断的嘟嘟声 本以为家主会下达杀令 或者下达将陈二狗 带回乌家指令的老者 就是连做梦都不可能会想到 等来的竟然会是这种结局 电话声音虽小 但对陈二狗和在场一众高手而已 却绝对犹如在尔 好歹也是替他办事 你们这家主可真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要不这样 干脆反了得了 你要是跟着我的话 至少我可以保证 绝对会来救你 而不是现在就给你们准备葬礼 正当那一众乌家黑衣人 满脸震惊 和难以置信的时候 缓缓起身的陈二狗 略带一丝冷嘲道 闭嘴巴你 别以为我们家主是怕了你 那是因为你对我们乌家 还有大作用 别他妈在老夫面前 一副了不起的嘴脸 不妨告诉你 等时候到了 有你生不如死的时候 随手收起手机的老者 目光杀气腾腾地咬牙 朝陈二狗喝道 他当然听得出 陈二狗这并不是在挑拨离剑 而是明晃晃地嘲讽 这么说 你知道乌家的计划 眼前稍稍一亮的陈二狗 顿时来了一丝幸之道 自己这边人多势众 逃是肯定不可能逃的 虽然无法理解家主的决定 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自己也绝不能任人宰割 而且老者也知道 陈二狗是在套自己的话 他当然不可能回答 兄弟们 严家今天必须亡 跟老夫一起大开杀戒 一个不留 出了事 老夫一人承担 所以在短暂地思考之后 老者忽然长下一台 捂出一条宛如长龙般的真气 咬牙切齿道 优优独的真气 郑冬品 北北北北北毫平 啸 雷远独的真气